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那今天呢,是我在深圳路的第一期Vlog 这期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周末会做些什么 那这周末呢,我会去找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从英国回来之后呢,就从事了自己非常喜欢做的服装设计的行业 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今天我要去看一下他的店 看看他有设计了什么衣服 据说那个秋冬款马上就要上了 然后我也是有个私心去淘下 看有没有适合我的衣服 那我们就出发吧 好的,那我现在进来啦 哇塞,这里好大 嗨,明熙,我来啦 来看一下老板的办公室 哇塞,这里好好看 那一会儿呢,给大家来试几套衣服 看一下效果如何 这个是湿的第一件衣服 然后我觉得一体湿的还挺方便的 那么好,那我来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觉得狗狗们在这儿也太幸福了 你看这个宏物店 就是花花草草的 我忍不住的我要来这边逛一下 这个墙壁的设计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也有好多的绿枝 这个是假的狗狗吗 这个平时就是剪毛的话 先拿夹狗来练是吧 刚开始的话 最开始接触的话会让你夹狗 后面的话都是蒸狗食材 一天要剪几只夹狗大概 一天只有一只 因为不是说你剪得多你就剪得好 你要追求质量不是追求质量 有道理 这边是一只灰色的狗 那每个狗都要剪成一样的造型吗 还是会有不同的设计啊 有很多造型 但是我看到这几只狗 好像都是剪成一个造型的 对 因为我们在考试里拉 就是这一期考试是要考成这个造型是吧 拉姆庄 拉姆庄 看一下拉姆庄 好了 接完了小格格 我们现在要准备启程去吃晚饭了 是不是很萌 哇他真的好乖哦 他见到陌生人他也不会吼 他不吼他从来不叫的 ʷ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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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 git' git' 这就是火焰什么 烧碎笋 哦里边是笋 对还有一种 就刚刚他们过去看到那种白雀 这是火焰脆的烧碎笋 就是他先拿火焰烤然后再把它剪开 对其实先烹饪一下然后再加西纸一起包着 这样子再加一点菌味调的酱汁 焖起来它会很香 它里面我们肚子很厉害 这个是天心有点